交換步之後點還是要設定前面 因為推太慢 所以來不及時是你往後的速度 腳尖的移動速度沒那麼快 可能你的推的速度 可能要自己再練加一點速度 然後有時候不行 先退再打 沒有你先側身再退 還是要側身不是正身退 所以你一定是預備 我先側再退 那但是我邊側的時候 我的動作就已經架好了 姿勢已經準備好了 我們一邊退的時候 我們看到球的時候 這一踩轉這個動作就要出來 一邊是這個姿勢 不然你這樣一退就慢掉了 OK 那邊自己切球 喘一下 你們那邊自己喘一下 來囉 加油 長球挑球不固定一樣 預備 預備 40 1 側轉 旁邊要轉 2 3 很好 4 5 退太慢 5再一次 6 7 1 1 停 那個長球這個壓沒有做出來 退完之後 拍面要甩是在這裡 不要給我放在這裡倒 在前面打 OK 來 繼續 來 後退 對 11 很好 12 13 3 對 4 再甩喔 小臂手腕喔 15 16 放鬆再甩拍 17 18 19 再 球拍往後放 20 拉弓要做好 21 22 23 加油 加油 24 25 26 不夠遠 27 側轉 28 對 壓出去要做要做出來 32 32 33 33 34 邊跑邊拉弓 急救點再早一點 39 最後一個 40 對 壓出去的動作要做 所以有時候是因為跑不到位 所以被球擠壓到的感覺 如果你有退到球的後面 你們再壓會比較力量一點 OK 沒有甩 重點是你的這個動作沒有拉很習慣 你沒有拉很順 你就變成是這樣子 你要學學學長的動作 要拉一下 不然只有這樣打 這樣是小發力 隨便你手勾力 不然的話還是要拉一下 拉 轉 把動作延展開了 會順著進來而已啊 反正你進來就順著進來 你不用刻意怎麼夾進來 不用 你只是順著把他甩出來就好 所以不用刻意做這個姿勢 其實他是不用刻意 你只是出來 你感覺身體有出來 帶出來的動作就好 OK 阿倫